推動二代健保 衛生署昨天舉辦了創意海報的頒獎典禮 參賽年紀最小的國小都還沒有畢業 而衛生署長楊智良也特別露了一首 和得獎者一起來做噴繪的創作 繡畫工 捲起袖子 拿起噴槍 衛生署長楊智良難得輕鬆 露了一首畫工 楊智良恐失去寫生 全是為了推動二代健保 不只說還要用畫的 我們都知道沒有健保底下 醫療費用會上漲更快 因為沒有人幫我們去跟醫界去談判 表面上看健保好像很浪費 沒有健保會更浪費 為了和署長較高下 有人畫了一棵大樹 從爺爺到小朋友 通通有象徵二代健保照顧大家 還有人也畫樹 全家人孩 大手 天小手 全民健保像大樹怎麼樣 照顧我們的健康 所以你才畫一棵樹嗎 二代健保就要提倡年輕人要多生小孩 所以我畫這樣是代表全家人團聚的意思 有人畫鋪滿 還有人的靈感 是從廟裡的神明來的 無論畫什麼 就是希望二代健保能早早通過 請問家媒 陳佳陽 台北報導